盘主 你回来了 陈佳哪儿 刚才还在这儿呢 天宁 天宁 爸爸想跟你聊聊好吗 来 离爸爸近点 天宁 爸爸呢 不光是你的爸爸 也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 今天我们两个 就像小朋友一样 好好聊聊天好不好 那你 必须得向爸爸保证 把你心里所想的 想说的都告诉爸爸 好吗 那爸爸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愿意 跟爸爸和奶奶在一起生活 还是愿意跟着老毛呀 我想和爸爸 妈妈还有姥姥一起 我想和爸爸 妈妈 还有姥姥一起 我想和爸爸 妈妈 还有姥姥一起 那你要是不反对的话 阿姨就当你是默认了 好吗 光明 我想跟婷婷单独聊一下可以吗 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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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话 没关系 阿姨说 你听就好了好吗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姓李 我叫李孟竹 我也知道 你不太喜欢我 你觉得 是我占了你妈妈的位置 还有爸爸跟妈妈离婚 也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对不对 阿姨今天来告诉你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婷婷 你很爱你的妈妈是吗 那 你是不是也很爱你的爸爸呢 阿姨告诉你 阿姨也特别爱你的爸爸 你看 咱们两个人 爱着同一个人 这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 因为阿姨爱你的爸爸 所以以后 也一定会好好爱你 好好疼你的 所以婷婷 你可不可以在爱爸爸的同时 也爱阿姨多一点点呢 我知道这很难 对不对 不过没关系 阿姨有心理准备 我相信你以后 一定会特别喜欢我的 等我一下啊 天天 你知道这个什么吗 这个是口红 是用来化妆用的 你看 它很漂亮对不对 你喜欢吗 对不对 阿姨跟你说 阿姨特别喜欢漂亮 你看 这是眼影 睫毛膏还有更多的口红 阿姨知道 每个女孩子都很爱漂亮 对不对 你看婷婷长得这么漂亮 等婷婷长大了以后 阿姨给你买 好多好多化妆品 然后把婷婷画得 跟个小公主一样漂亮 好吗 来 这个口红阿姨今天送给你啊 拿着 拿着呀 你拜拜 什么事啊 我接了你电话就跑过来了 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不是小李的车吗 是啊 谁画的呀 婷婷 婷婷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我亲眼看见她 把车划成这样 就跑楼上去了 等我跑到楼上 把门反锁 我都进不去了 我上楼去看看她 婷婷婷婷 婷婷 婷婷我是姥姥 把门开开 听话 婷婷 楼下那车 是不是你划的呀 是不是你划的 婷婷 跟人划的车 就得跟姥姥承认 我说你这个孩子 这 这谁干的呀 怎么把车划成这样了 这孩子太过分了 光明 没事的 不就是车上 换了点东西吗 大声洗洗就好了 那怎么行啊 这孩子真的是 让我给惯坏的 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他 你可千万别难为他 天天这么做 我能理解 你能理解 其实他现在这个阶段 跟我小的时候特别像 那会儿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我跟天天现在的状况 是一样的 恨周边所有的人 恨所有的一切 我也喜欢乱抹乱话 其实他这是在发泄情绪呢 等过了这个阶段 就没事了 你如果现在去责怪他的话 只会激起他的不满心理 那样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不都白做了吗 我必须得告诉他 这么做是错误的 他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 他觉得我是拆散了 他父母的坏人 所以他才会这样啊 恨周 真的对不起 其实真的没关系吧 你去医院吧 一会儿等婷婷回来了 我跟他交流 我跟他沟通 姐灵还需寄灵人 你相信我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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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